你好 家綺姐好 你好 其實仁豪在歌表現方面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最近有在練歌嗎 有 常常去KTV 但是同學們很愛叫我遲到 為什麼 因為我很愛搶他們歌唱 可是我每次點的歌 都被他們唱走 所以我這是聰明了 我這是選多點台語歌 然後多點很難的歌 然後他們就不會唱 我就可以好好練 所以現在交不到朋友了吧 KTV練歌會不會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你不會記歌詞 就是看著音樂 你每天都盯著歌詞在唱 不會 唱完 但是玩歸玩 我回家還是會自己練 對 因為我們常常去中南部 很多社區就有唱歌的 你現在要表演的時候 他沒有歌手 沒有 習慣了 太依賴習慣了 好 我們首先要請到的是 薛忠銘老師請做講評 去KTV練歌 你像這種人真的很令人討厭的 就是這種 唱得太好人 大家都不會想要跟你唱 不過仁豪今天選這個歌 我覺得這個歌 對你有加到很大的分數 這個歌其實的情緒 在三拍的歌裡面來講 你這個歌就有做到那個張力 你進來這個歌 這種三拍進來那個 揪心的感覺就有做到 然後後面那個力量 最後那個衝力也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給 顏梅一個參考 因為他其實 你看他唱歌雖然也是黏 你也是有同樣的特色 黏 但是他的拍子都落臉落的 有些拍子不會拖太久 你是不是因為拖拍拖太久了 所以聽起來沒有什麼重點 提供你做參考 但仁豪的細節 我覺得那個最好聽 是在那個真假音 我覺得你今天這個真假音 轉換得非常非常不錯這樣子 我還是有一點要提醒你注意 因為你唱歌還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比較喜歡黏 有些點我提醒你 有時候蔡年的歌 有些個性還是要回來一點 要在字句上面做一些個性 這樣對你來講更上一層了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接著王治平老師請 謝謝 我覺得仁豪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你今天的A段 我很喜歡你的收放自如的那些技巧 就不管在你的氣聲 你的喉音 你的尾音的抖音 我覺得A段的時候 有一點演歌式的唱法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有味道的 可是突然一到副歌了以後 我覺得副歌有幾個尾音的 高音的地方 唱得會比較直一點 就沒有像你的A段地方的 這個技巧的 拿捏得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可以值得你做參考 好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評審的獎品 首先我們來看 是陳仁豪 來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一個是前面有91.2跟90.6 評審請給分 陳仁豪這首歌曲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幾分 91 92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你得到92.2分 謝謝 其實兩組都不好評 那個椅子是越來越燙 後面還有一個高手 還沒出場 來 歡迎四號參賽者 陳思瑋帶來的 片尾